Hello 大家好,在湯品養生方群組中,我上載了一個叫做中醫體質分類與判定的問卷 這個問卷是幫助大家找出自己屬於什麼體質 問卷的背景是來自北京中醫藥大學體質研究課題組 北京中醫藥大學體質研究課題組用了30年時間,將人類的體質分為9類 我們透過這個問卷可以計算出你屬於什麼類型的體質 當你了解自己什麼體質之後,你可以透過中醫或食療養生去調理身體 做法很簡單,上網下載了這個問卷 然後根據你過去一年的體驗和感覺如實作答 然後將它WhatsApp給我 我就會有一個報告給你 報告大致如下 好像這個例子一樣 先記出原始分 然後我會用既定的方法去計算出一個轉化分 轉化分就是反映你的體質 好像這個朋友一樣 那麼,唏噓體質和談濕體質分別都是68.8分 但是當要調理的時候 是以容易調理那個體質 先去做一個調理的方向 即是說,它要先調理氣虛體質 然後再調理談濕體質 第三個需要去關注的體質 就是屬於陰虛體質 我將這個表 以高到低的分數做一個排列 氣虛 談濕 陰虛 氣鬱 濕熱 特品 乳血 希望大家透過這個問卷 好好調理身體 如果在使用上有問題的話 隨時可以WhatsApp我 多謝